我们继续看第29章 我们后面就是要算一些立体 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他说请你去计算一下 当然就是用积分 用Biosavaro 用积分的方式去算 Magnetic field at the center of a square loop 就是有一个正方形的电路 它的 长度是 它正方形的边长是LO 然后它电流是I 这个的话我们前面有去算过 实际上你可以直接把 这个 前面所计算的结果拿来使用 就是我们前面算的话是怎样 我们在定义 假设有一个电流流过去 对不对 我们写一下电流流过去 然后呢 我们利用Biosavaro Biosavaro是怎样 一点点磁场 等于什么 等于常数4π分之μ0 i 然后DL 外积什么 R 单位向量 所以前面有算够 就是我们 利用这一段叫做Dx对 然后 这个什么 这是 R单位向量是指向 用一个绿色指向 这个观察者的位置 然后后来我们不是 就定义什么 定义这个 角度 这个角度叫做Sitta角 对不对 OK 所以最后算出来 大家还记得吧 算出来的话是怎样 你只要把两个Sitta角 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答案 所以 其中一个Sitta角 第一个角是这个角 这个角我们就说是 负的 4分之π 然后一直到 另外一个角到 4分之π 所以从负4分之π 到4分之π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前面算出来的结果 是4πr分之μ0i 然后sine c到2 减掉sine c到1 你再把 4分之π跟负4分之π 把它带进去 然后算出 算出值来 所以 这一段 它所给的 这个磁场就是2πl分之μ0i 乘上 根号2 那如果你有4段的话 你就要乘上4 4倍的 2πl分之μ0i 乘上根号2 乘下就得到 最后的总磁场大小 你也可以再 积分算一次 但是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这样 就用我们前面算过的这个结果 直接把 这个磁场写下来 然后你有两个角度 角度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我们再看下一个example 它说 假设有两条 无线长的 导线 直线导线 然后电流是i 流进导线 放在xz平面上 然后 他们的什么 他们的轴 都这样 都跟z轴平行 然后呢 他的 他们的位置 他们是 Symmetric 对称的这样 放在z轴的两边 然后 各与z轴距离D 就是他们两个距离是2D 那请你计算一下 如果我在 这个 离原点 在y轴上 离原点 y的距离 那这时候呢 他的磁场大小是多少 那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 无线导线 你可以用安培定律 算他的磁场是 2πr分之μ0i 那实际上 2πr分μ0i 你可以稍微画一下 譬如说 他 真正的r是怎样 是从 跟 跟这个导线 最短距离 从观察者跟导线最短距离 所以是这个地方 那他的大小是根号 D平方加Y平方 OK 那 再来就是说 他的磁场 他磁场的话 会是 是 怎样 会是这个 这个方向 磁场 那 实际上我们 跟 第二根导线 他的磁场 最后要做叠加 那叠加以后 我们发现到什么 最后我们只是要 管的是这个水平方向 所以我们要算的是 水平方向的这个 磁场大小 最后是负的X方向 好 那这水平方向大小的话 我们就要依赖什么 依赖这个三角形 你可以看到他 基本上就是 这个三角形 好 那他这个三角形 就跟这个三角形 是一样 OK 好 所以呢 他应该什么 他应该是斜边 跟他D平方加Y平方分之 Y的分量 好 所以 弄清楚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算一下 两个都是 都是相同的分量 我们可以找到说 第一个导线 他所得到的 磁场大小是2πR R换成更号D平方加Y平方分之 μ0i 然后另外他的分量是 负的 负的I方向 他分量是 更号D平方加Y平方分之Y 所以这是 所以这是 第一个 左边这个导线 这条导线 这条导线 所给的磁场 右边 这条导线 所给的磁场 也是一样 所以变成 乘两倍 所以最后 得到total磁场 就是 把刚刚的事 再乘两倍 变成μ0i 除以π 更号D平方加Y平方 然后 乘上 这个负的I方向 然后Y 这分量概念 Y除以更号D平方加上Y平方 再来下个例子 它是计算电流天平 这个天平它其实就是 把 就是 螺人之力 但是它变成说要跟什么 跟重力要平衡 所以 基本上应该都是这样 排斥力 排斥力的话 你两个电流导线 流过去的电流方向 就要相反 所以相反的话 就会有螺人之力 是排斥力 排斥力的话 可以讲 可以顶住上面 这条电线的重力 所以最后 如果它 达到平衡的时候 就是重力会跟 螺人之力会一样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题目 它说有两个 直的导线 它的 长度是L 这我们要计算 然后它们怎样 它们距离是 两条导线距离是 D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它们会怎样 会有 攜带电流I 然后以相反方向 它才会这样 它才会是 互相排斥的 电流相反 才会互相排斥 那这排斥力量 就用来 support support它的 电线的重量 所以呢 你第一个要先算 算电流I 给的磁场大小是多少 那这很简单 是2πr分之m0i 所以如果 距离是D 的话是2πd分之m0i 那这样子 一个磁场 就会提供一个磁力 那磁力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I LB 所以 螺人之力 就是I乘L 成像磁场 所以变成2πd分之m0i平方L 那这个磁力 就会跟什么 跟它的重力去做balance 它的重力的话 假设它的质量是m 然后它的重力加速是g 所以 最后你就可以算出 它可以 可以 support 多少质量 所以 它问 它的题目就问 What mass 什么样的质量 must be placed on the upper rod 上面这个rod 需要 多重 质量要多 多少 形成的这个重力 才可以维持住这个距离低 所以如果距离低的话 它的力量是 前面算出来这个力量 那你质量要多少 就质量乘上这个 中力加速度g 所以最后就可以算出 它质量至少要讲 至少要 μ0i平方L 再除以2πgd 我们再看下一个医生 它说假设有一个长的 然后 一样是直的 金属线 金属线 它是 有半径大 那里面 攜带电流是I 另外 它假设 电流是 均匀的分布在这个 这个 金属线里面 也就是说它的 电流密度应该都是要一样 所以它 在截面上面 看到这个电流 是 到处是均匀分布了 所以电流密度会一样 那请你去找一下 在 那个 金属线里面 跟在金属线外面的时候 它的磁场是多少 那金属线外面就很简单 你用 安培电率就可以找到 这是2πr分之μ0i 那金属线里面的话 你就要去算 它的电流 就会 你的安培路径越小 小于这个半径大R的时候 它的 实际上电流会缩小 所以你要去算 算所谓的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怎么算 它就是把电流除以面积 叫电流密度 所以i 除以a就是πr平方 然后接下来呢 你如果是 在 好 金属线外面 这时候你去找一个安培路径 这时候就很大 很大的这个 半径 找这个R 那你2πr乘上 磁场 就等于什么 等于你 圈柱的 就总定点μ0i 所以磁场就2πr 反正μ0i 这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是 R是小于 这个金属线的半径 这时候 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橘色的 这个安培路径 那你就要重新估计什么 它的电流就 要怎样 用电流密度乘上 乘上πr平方 所以 一样 用安培定律是 磁场乘上2πr 会等于什么 等于μ0 乘上电流密度乘上πr平 电流密度 刚刚已经算过是 i 我的电流 是绕着像甜甜圈的这个结构 然后绕一整圈 那这时候我要怎么去算说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我们叫toroid toroid 里面 线圈里面的磁场大小段 他这toroid的外面其实 磁场是0 那在toroid里面会有磁场 所以他说有一个y carrying a current i expand to form a toroid 然后它的总圈数是n圈 please find the magnetic field inside and outside the toroid 好 那你可以讲 你可以 一样把这个甜甜圈 就 水平方向切一刀 切一刀过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说 它的 会有 电线 会有进跟粗 那里面会有 电线 对不对 那这电线的电流刚好是流进去 所以里面是打叉的 你看到它的屁股 那外面也会有电线 那外面的电线是哪 是打点 它是流出来 打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 OK 好 所以画完了 你切开以后所看到的电线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用什么 去找一个 安培路径 所以我们后来找的安培路径 变成说是在 如果是在 最里面的话 这答案也是这样 也是圈不到电流 然后你只有在什么 在 螺线 在这个 Toroid线圈里面的这个位置 这样才会圈到电流 如果在更外面呢 也圈不到电流 为什么 因为一进一出电流会这样 会相消 所以你最后就可以算出来 如果在这个Toroid的外面 Toroid外面其实是指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都是在外面 这两个位置都是在外面的意思 在这个Toroid的这个管线的外面 那它的 它都圈不到电流 所以它的磁场为零 那刚好在Toroid里面 在那个管线里面 那这时候它的磁场大小是多少 是2πR乘上B 这个安培电流会等于 我写错 2πR乘上B 会等于 等于μ0乘上N倍的I 所以最后你就知道说 它磁场大小是2πR分之μ0Ni 所以它在 它在这个位置 其实还是跟半径有关 我们用 绿色的线画一下 实际上你看它会有这个半径 从小的半径 然后磁场会慢慢的减弱 一直到这个外圈 这个半径 然后在更外面 跟更里面磁场就都为0